從鴻信嫌犯車上搜出來的毒品以及槍 讓員警驚嘆靈臉 因為他們發現不但有一把改造手槍 還有彈夾 子彈 槍杯彈應有盡有 在帶他回租屋處才發現小套房 已經變成軍火庫 鴻信嫌犯平時藏身在前鎮舊部落的毒套房 專案小組又搜出一把改造長槍 兩個長彈匣 九十五顆子彈 以及兩把改造手槍 一大批改造工具 警方說我十一歲的鴻信嫌犯 有多項槍砲 毒品前科 以販毒賣改造操作槍 牟利賺生活費 警方說改造手槍一把試駕行情三到五萬元 長槍一把十五到二十萬元 被逮後光是前案就有三件還在審理 檢察官防範他在外顧忌重施 因此向高雄地院申請羈押獲准 也避免槍毒繼續流入市面危害治安 靜新聞李一清 杜永捷採訪報導 大仔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